自从辽宁沈阳马三家劳教所 对受试人设加酷刑的内幕被曝光以来 中国各地的黑监狱问题也逐渐引起各界关注 5月13日 多名中国维权律师到四川成都滋阳 探访传说中关押大量法轮功学员的洗脑班 不但遭到便衣和警察围殴 还被抓到派出所拘押 我们的独家报导带您一起关心 北京维权律师江天勇介绍说 最近几天正好有律师在四川成都办案 还有的在开会 他们听说在成都附近 有几个关押法轮功学员的洗脑班 比较大的一个就是滋阳二儿湖洗脑班 我们知道他多的时候 关有将近270人 网上查了一下也特别邪恶 有的迫害致死的迫害致残 我们没考虑那么多 从法律角来说 这完全就是一个非法拘禁 是一个集体犯罪 所以我们说去看一看 希望他们能把人放了 如果人不放了我们去反应 江天勇表示 自阳二儿湖这个洗脑班 对外挂的牌子是 自阳市法治教育中心 而被关在里面的人 未经法律程序 被强制转化思想 放弃信仰 江天勇说 洗脑班的行为是违法的 为什么要把一部分法轮功学员送到洗脑班 而非监狱和劳教所 江天勇表示 如果关在监狱 需要通过法院开庭 刑事审判 并请律师辩护等程序 对于立高林来说 那很麻烦 而且有可能让外面知道了 劳教不管怎么说 还是有一定的程序 尽管劳教非常 他完全是非法的 但是这个洗脑班的话 对他们说 抓了就直接送进去 对他们说 侵犯人权 见证法律 特别方便 特别顺手 你要知道一个人在里面转化 转化一个人上面会拨款 同时一个人送里面去 他会把跟这个被送里面去的人 相关的单位 可能会被迫 一交几万块钱 或者所在的社区 交几万块钱 这些社区或者单位 也不敢得罪610 只能给 不敢反抗 甚至有些像家属还要钱 他可以说 一个人送里面去了 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摇权数 北京道行律师事务所律师郭海耀 向新唐人介绍了律师们在滋扬当天的情形 他说 他们在二儿湖发现目标 法治教育中心后 就在那里拍照 突然后边来了一辆没有拍照的黑色别克车 从车上下来的人禁止他们拍照 郭海耀说 他们快跑到大马路的时候 警察过来了 这时黑保安却来抢夺律师们的手机 而听到消息前往深渊的北京律师李和平 和其他三名律师 是在一个小饭店被警察抓捕 11名律师受到通宵审讯 直到隔天才被释放 1999年6月10号 江泽民主政期间 成立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 对外称作610办公室 多名为法轮功学员代理辩护的律师 高志胜 江天勇 朱宇彪 金光宏 王全璋 王永航等人 都曾遭到中共当局的打压和迫害 新唐人电视 秦雪采访报导